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今天跨境到台北市卫市议员参选人,前总统府傅秘书长罗志强直播站台,罗志强准备捷运环状线首版,期待未来南环线能尽速通车,侯友宜也侃侃而谈,捷运建设是双北共生共荣的关键, 未来环状线二期的南环连接大平林与动物园,将会为双北串联更便利的生活圈。 侯友宜说,环状线一期渴望在明年通车,而包含南环的环状线二期,行政院也已经核定,并纳入前瞻计划中,目前正在规划设计阶段, 未来新北市民要到文山地区,不必再绕到台北市里面,大幅度提升通勤的便利性,对双北人口移动及产业都是一大福音。 侯友宜也开心地分享母亲节返乡陪妈妈的心情,她说,除了康乃馨,也送给妈妈一个玉佩, 说了很多好话,妈妈对选举虽然担心,但还是会支持,她自己也抱住跟妈妈一样的心情,感恩别人的想法,希望都是为新北市好。 所以谢谢别人给了很多的意见,真的是很感恩,而侯傅这个名称批教称习惯,反而让外界质疑是否行政不中立,变得比较敏感。 侯友宜说,她就是靠助选班的年轻人, 打这场选战,选举是自己的事情,所以大家不要误会,她要向前走,打盘做好。